这一年 季少庄跟杨宗健 真情施爱之后 本周再度跟黄树运联手出席 保语黄彩华上牛龙店 黄彩华会上钩吗 台湾红布朗 在啦 好 进行我们精彩的 口袄红布朗 打给谁 打给我 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 好朋友 王彩华 王彩华 王妈彩华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王彩华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不好骗哦 那题目是什么 来 神经病啊 小伙伴要到我怀里打 快通了 各位 等待是值得的 听得下去吗 通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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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 小燕啊 哦 喂 啊 我感冒 我去打圈哪怕的 好容易又杀牙 好可怜啊 你有病 喂 干嘛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我刚打完针了 你刚打针啊 对啊 我发烈 你看我声音都变了 嘿 对了 你那天 你那天买 买那个卫生棉放在我车上了 你什么时候要拿 喂 喂 我跟你讲哦 你急不急用 喂 喂 你 你不是说你这几天就要来了吗 喂 喂 喂 不是 你的电话 你的电话听不太清楚了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中校中午刚刚打完针 那个 为什么那个 喂 喂 你不用啦 不用 蛤 你先用啦 没关系啦 你先用啦 对 我刚好来了 那我就先用啦 好啦 没关系啦 没关系哦 没关系啦 那你 那你就到时候自己解决啦 好啦 7-11很方便 没有关系啦 我跟你讲哦 我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 我 是什么 我都会脱皮呢 啊 好干哦 哪里脱皮啊 就是这个肚皮那边很干哦 对 我上次不跟你一件 你 然后那个胸部下面 那个勾勾那边哦 我脱皮了 我 吃妈的 我 我 我每天洗澡完 就我擦乳衣 为什么还会脱皮 你上次跟我讲那个 擦乳衣那个是什么牌子啊 对 因为它不保养 我看我快架不出去了 我好像 喂 喂喂喂 你在哪里啊 没有啦 因为我开车啦 我开车 我刚收工要回家 现在是 你有没有开心 我现在是 开车不能一边开一边打呢 我知道啊 我现在停在旁边啦 嗯 姐姐 妹妹 你破坏的人 你破坏的人 你怎么会脱皮呢 啊 我们两个都很可怜啊 没有人爱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男人 有个 雄火的肩膀 让我愉快 你跟我说一样 没有啊 所以我要可怜 你打电话 我说一样 觉得老婆一心的感觉 呵 欸 姐姐 姐姐 行动电话很贵 你不要再废话那么多啦 我知道了 你要干嘛吗 不是啊 我 我 我要跟你说 因为 我回家 不好意思打 因为我妈妈在家 我怕她知道 到底说啊 到底什么事啊 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要吗 我有被人家包养 喂 喂 你对不对啊 那你也拜托 你那天还说 你喜欢赵志强 什么你这样 嗯 我跟你说 哎 拜托 哎 我 我跟你 我本来不是跟你讲说 我要跟赵志强 搞一个回文吗 那你又说你喜欢她 我就要把她当给你 现在被包 你这样看我玩一下 好不好 哪有可能 不是啦 不是 因为每个月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你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看有多少艺人 都登成这样子 说什么被包啊 你的形象一向都那么好 而且你本身也是这么好的人 都那么的善良 又这么 又不会跟人家乱来的人 彩华 你不要这样子 没有啦 其实我们是很单纯的 因为我是过年前 被包怎么会单纯 我过年前认识她 她说她也想包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是女孩不知道啊 她是眼睛滑滑滑滑 她是在拖滑滑滑 拜托哪有可能啊 你那么美身材又那么好 不是啦 彩华 你会喜欢我这种的 我来说我的形象 已经不是很好了 人家不了解我 其实我也 我哦 你也最清楚 我的生活也是很规律 要上 录丸营就是这样 人家看你 我电视上的形象 也会想要包我 不可能啊 哎呦 我 你讲什么 我 我给你讲个要么滑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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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喂 你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最近有一点点奇怪 一点点哦 我是觉得可能你太累了 我说什么吧 没有啦 就是我 你这是干嘛 我在谈恋爱啊 跟谁啊 蛤 你不认识 叫志祥啊 你不是说你喜欢她 是吗 是吗 她是 她不错 是啊 人故意故意啊 不是 我在谈恋爱 可是她 她怎样 是吗 她是一头牛 谁是一头牛 我说的不是大牛哦 你不要误会 她是一只鸭啦 她是牛郎啊 是啦 怎么行咧 那牛郎不是 不是啦 我本来不知道她是啊 后来才发现她是啊 对啊 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样 刚 刚 有没有 刚开始交完而已啦 没有怎么样嘛 那还好不要理她啦 知道她是 这种行业就不要啊 不是啊 可是她很好啊 她 哎呦 她 她很温柔 温柔 她很温柔 因为那是她的习惯性 因为她的工作 所以她很温柔 她都会到家里煮饭给我吃 哪个男人不会啊 现在男人会煮饭 多的是 可是她上 我爸爸也会煮饭啊 可是她 她自从上一次有一次 长安东路那一次被抓了之后 她就没有再做啊 感谢归正啦 那她现在做什么 不是 她是为了我不去做牛郎了 她现在没有做啦 她现在在找工作 那你说 那 那你刚刚说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立马式啦 不要吧 没有 可是她也知道我蛮缺钱的 所以她想找我一起合伙 合伙干嘛 她想找我一起合伙啊 开一家牛郎店啊 不要啦 可是 不行啦 可是她是要开家庭型的 在家里面的 然后就是都做我们艺人的生意 我叫她跟你讲好不好 我叫她跟你讲好不好 她叫她是谁啊 我可以跟你讲啊 她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Michael 喂 喂 是 是王小姐吗 是 我是Michael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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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小燕已经大概跟你讲了一下 是 其实我们 大家都是在赚钱啦 但是我们 不是像你们想那么肮脏啊 哎呦 我 我不会啦 不是 因为刚刚听你讲话 我觉得 你觉得我们很肮脏啦 但是 不会啦 我怎么会觉得你们肮脏 不会 我 我只是觉得 没有关系啦 因为 你对我们也不太了解嘛 那你看在你是 对对对 最主要不是很清楚啦 因为你是小燕的朋友嘛 你有没有去过啊 没有啦 没有吗 没有 可是我好像有同行见过你 你说你朋友看过 我是去过一次啦 你真的去过啊 但是我朋友带我去的 然后我就觉得 不太习惯 所以我才会知道咩 难怪啊 因为 他们就是很体贴 很细心那种感觉 结果我就 坐一下子我就跑去唱歌了 所以 一下子就走了啊 是啊 我是去过一次而已 就那么一次 你印象应该不错吧 很好啊 可是我觉得怪怪的啊 那 可是 你可能没看过我们这边的水准 我先跟你讲一下 像我 我是 我身高差不多180 那很高耶 然后 我是研究所毕业 真的啊 但是我不是我们店里条件最好的 不是吗 所以我们店里还有条件更好 那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过去啊 你是小燕的朋友吗 对 不用花钱 真的吗 真的不用花钱 我们选三个最好的让你看看 是吗 真的 最好的 其中有一个啊 嗯 还拍过电视哦 真的吗 嗯 拍过电视 很帅 很帅 但是不是很红 但是你看到已经知道 谁啊 我现在不能跟你讲 所以你过来 好不好 我们招待你 小燕也在吗 呃 在啊 你要跟他说话吗 好啊 好 你等一下 好 谢谢 喂 喂 彩花 他叫我去哎 嗯 他叫我去那边看看呢 他说我三个很帅的 然后有一个好像有拍电视的 然后什么 不是很红 我是要去那边干嘛 去看他们帅这样哦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带出场 嗯 提消哥 我又不是这样的人 我叫不要了 神经病啊 喂 喂 喂 我叫你们 彩华 喂 我身高178 还不错 还没有什么下垂 彩华 哪哥 喂 你们干 哎哟 你们干嘛 怎么这样呢 我身高179.5 微微有点圆论 我知道你身材不错 回回的屁股 你 你买的东西 等一下拿来给台词给 好 电子啊 急着用啊 急着用啊 不是你特别说最近会来吗 对啊 对啊 我们刚刚那个牛腦是黄书俊啊 是啊 是吗 彩华 我是Michael Oh my god 你好好休息吗 OK 回去吧 谢谢王彩华 回去再跟您解释呗 谢谢谢谢 好 好 谢谢 拜拜 再联了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黄书俊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祝你 утств 字幕 李宗盛